男人走在满是重刑犯的监狱中 发现所有犯人都用着极其不友善的目光看着自己 甚至是途经食堂的时候也是如此 而今天正是他做心理咨询的日子 可是他发现自己的心理医生竟然换成了拉里的心理医生 他感到很不安 因为监狱中除了狱长和心理医生以外 他再无信任之人 这意味着他根本就无法向警方传递情报 他问女医生切尔曼医生为什么没来 这个解释让塔塔感到很奇怪 随后他话里有话地问塔塔为什么会来这里 接着又告诉塔塔 不要想着对他的任何一位病人的精神健康造成威胁 塔塔听后怒问道 可能是被塔塔那该死的气质吓到了 他就跟有什么大病一样 直接摔门走了出去 第二天塔塔微笑着走出牢房 与拉里相对而走 两人之间还是那么的熟络 拉里对塔塔说弟弟家里来看过他 他感到很开心 因为他有可能很快就会出去了 阿塔也对此表示了口头上的祝贺 随后塔塔找准机会 询问了拉里破除对象的最小年龄 拉里听后反倒来了兴致让塔塔先说 可是当塔塔说完该轮到拉里的时候 预警竟在此时不合时宜的出现打断了两人的谈话 这把塔塔气得牙根子直痒痒 怎么就来得这么巧 另一边的老米勒和小美为了寻找拉里的犯罪证据 来到了一个案发附近的加油站 他们走进服务站 小美向店员索要了老板的电话 老米勒则询问这方圆20里内有没有出售汽车零件的地方 或是有没有会修车的人 店员表示出售汽车零件的店面虽然没有 但会修车的人倒是有一个 这个人在这条公路上开了一个鱼具店 老米勒若有所思 米勒出来后小美告诉他 这个加油站老早就建成了 可是拉里却对此撒了谎 画面一转 塔塔和狱中大佬打起了地滚球 本以为他将会成为塔塔的救命稻草 却没想到大佬暗中调查了塔塔 他发现塔塔的入狱身份和实际情况完全不符 可以说是查无此人 随后大佬意味深长地拍了拍塔塔的肩膀便离开了 他意识到一股危险的气息正在悄然靠近 第二天塔塔就被孤立了 而狱警狗蛋还在到处说着塔塔的坏话 这其中也包括了狱中大佬 大佬听后表情瞬间就变了 塔塔见状赶紧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随后塔塔来到电话间 犹豫片刻后他拿起了电话 却发现自己的银行卡已经没有一点入了 这导致他拨不了电话也搬不了救兵 他将其他卡号尝试个遍发现皆是如此 而这时后面的状态已经等得不耐反了 这边塔塔的老父亲想给儿子打电话也打不进去 理由是他和他的禁物将塔塔的所有信用卡都透支了个遍 这可把老头子给气坏了 而这边的塔塔已经意识到 现在留给自己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 他必须要尽早问出拉里杀人后的藏尸地 他会活着从这里走出去